朋友好啊 2022年的5月3号 我们继续聊国事 我们继续说彭真 说彭真呢 一番顽抗之后 最后办下阵来 1966年的5月份 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了516通知 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同时意味着彭真的最后的落马 在这次会上彭真被停止了 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被撤销了中国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北京市市长的职务 24号5月24号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决定成立 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 专案审查委员会 彭真 到了 那么在此间就在彭真 从跟这个中央博弈 一直到最后落马这个过程中 彭罗路阳嘛 在这之前 杨尚昆就已经 这个被这个逐出了这个中南海了 杨尚昆就卸了中办主任的这个拆 这个要拆 就被弄到说广东做负成长去了 那么中央办公厅已经彻底的改组了 汪东兴接任了中办主任 然后呢 你向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 齐文宇 他们 哎 就 这这这走上了前台 作为文革新生代的干将 骨干 就走上了前台 那么呢 齐文宇当时位高权重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 汪大利发发动之前的时候就是 516 516通知前后那个时候 齐文宇那时候是风头风头最近的时候应该说 嗯 啊 齐文宇 观察那个过程中 嗯 这个庙堂之上 这些个大事 他有他的视角 啊 他有 他的 观察和判断 而齐文宇 关于彭真这个事情 啊 他的观察和判断呢 又和 官方证实 不同 也和 比如说啊 我们平复之序的 叙述的这个过程 也有不同的 也有不同的东西 嗯 比如说 齐文宇在他的回忆录里面甚至提到了什么呢 甚至提到了说彭真 啊 这个 跟刘少提他们之间 到后来的时候 彭真 这个 当然齐文宇这是他个人的观察啊 比如说彭真 那个时候 大面发动之前的时候位高权 因为位高权重 说彭真那时候 啊这个呼风荒雨到了什么程度 甚至有的时候 他和他自己的老大 比如跟刘少奇 在有些中央的重大的一些决策问题上 也有分歧 甚至呢 就是在公共的场合 彭真都毫不避讳 表达了他对刘少奇一些个 做法和意见的不认同 比如说 比如说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七千年大会之后 比如说刘少奇 陈云 戴上平这些人是 关于包产盗户 啊 三字一包 这是最积极的这个鼓吹者和推动者 而齐文宇说彭真 自始至终是反对农民单干的 说彭真自始至终是反对包产盗户的 在这个问题上 说他和他的老大 和刘少奇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刘少奇到后来都已经膨胀到了 万乎所以的程度 甚至有的说公开的表达出对毛主席的不敬 大不敬啊 毛主席的中原开会不请毛主席 毛主席来了之后呢 刘少奇不让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争取到了发言权之后呢 讲个两三句 刘少奇就在旁边插话 就打断了 就不让人家说 就都到这个份上 甚至后来的为此 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 彭真都跟刘少奇谈个话 批评过刘少奇 这齐文宇他有他这方面叙述 比如说啊 齐文宇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他就这么写 他说 彭真为什么倒台啊 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 彭真最后落马了一些真实的 一些个这个原因啊 什么的 他是这样去说的 他说早在1963年64年 毛主席关于有两个 有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 这个我们去 此前说 经济革命的时候提过这个事 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 这两个批示呢 应该是毛主席对在中央 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 所发出的警告 但是彭真的没把他当回事 仍然对京剧改革等一些事情 横加阻扰 在凭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 彭真又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所以主席说北京是侦察不尽 水泼不尽的独立王国 在主席公开讲话 支持姚远等人的这个文章之后 彭真又针锋相对 搞出了一个二月提纲 打着真理面前人平等的旗号 继续压制左派 要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 这个在这之前我们都跟大家聊过 齐本宇认为 他认为二月提纲问题 应该是导致毛主席决定 罢免彭真的直接的原因 然后他就说了说了说 他的个人的观察和感受 他说其实呢 我觉得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 当然这个东西是表面的 还是做戏给他们看的 还是真正的彭真跟刘少奇 直接矛盾就那么大 我觉得这个有待继续挖 但是给齐本宇留下的印象 是他觉得彭真跟刘少奇 到后来矛盾也挺大的 他说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 曾经组织人 这个以前我们聊过啊 彭真在这个唱官楼嘛 动模玩 然后收集整理 整理从大跃进以来的 中央文件中的错误 参与整理的人后来说 原来以为 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 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 可结果没想到 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 却找出来刘少奇 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 母产万金呢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等等谬论 连普及小高颅 都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最先提出来的 就说唱官楼 一通这个 这个是吗 就挖出了自己老大一堆错误 1964年底 讨论23条的时候 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 发生以后 彭真批评刘少奇 批得很厉害 说刘少奇这么干 是对主席的不尊重 还说刘少奇 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当干 等等 在农村问题上 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 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 刘少奇说毛主席 你老说走资派 但到底谁是走资派呀 毛主席说张林芝就是 就是当时的煤炭部部长 我们以前也讲过 彭真说 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 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 这是彭真跟刘少奇 所以呢 这个齐本宇就说 齐本宇说 在五月的政治局会议上 刘少奇对处理彭真 是很积极的 刘少奇说过 彭真不仅反毛主席 而且也根本不把他 就把刘少奇 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放在眼里 说这个刘少奇 批彭真的时候很积极 并且说过这些话 那么这是 发自肺腑的批彭真呢 还是彭真 这个倒台已经无可挽回 最后我们昨天说 打不过你就加入你 是不是 你早了我就开 我就开始玩政治黑 是不是 回头我就开始批你们 搞你们 这个齐本宇 他的观察和结论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齐本宇老先生已经走了 是不是 我们这个 我觉得这个可以 可以继续挖 彭真倒了 然后呢 1966年的12月份 叶剑英的女儿 叶向珍 当时叶向珍和这个刘世坤 刚亲家刘世坤 他们俩那时候 还是情侣呢 夫妻 应该结婚结婚了 应该 66年 结不结婚 没结婚吧 反正是情侣了 66年12月份的时候 叶向珍 刘世坤 带领了一批红卫兵 去到这个台积厂 那个这个这个 蓬真他们家抄家去 抓蓬真 说他们家的墙太高嘛 后来怎么样智取 是不是 冲进去了最后 然后呢 就把这蓬真给抓走 抓走 然后就把他给监 监禁起来 监禁起来 后来装来抄 一样针头要人 最后要出来了 把蓬真要出之后呢 蓬真就被 弄到了秦城监狱里头 在秦城监狱里头 一待 一直待到了1975年 1975年的五月份 蓬真从秦城监狱出狱 但是也没让他回北京 就直接把他给送到了陕西商县 说到了那以后呢 人身自由也没有彻底恢复 尽管出狱了 好像是这个事过去了 但是呢 还是 这这这这 像敌我矛盾一样对待着 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 并且那你陕西商县 这个弄那儿 这个有人说呢 有人是这么分析 有人说呢 蓬真呢 出狱之后呢 按理来说是可以留在北京的 就养起来就得了 因为当时林彪事件以后呢 一大批 这个毛主席想起了一大批人 该放不放了 该养都养起来了 岁数也都大了 是不是也都 这这个这个 跟不上这个时代的 是不是 跟不上 无产经过大命 这个节奏了 是不是 那么按毛主席当时的意见 不当时不提出个意见 就一人二百块钱一个月 然后能养都养起来 但是彭真就没 没这样的好运 你看包括习仲勋也是 我们以前讲习仲勋 大家可以爬楼 看一看 习仲勋那时候 这个到后来 其实也是可以留在北京的 各方面 但是也没留下 就还是给弄到洛阳去 这个彭真呢 就给弄到陕西商线去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说 坊间有很多人这么说 也有专门的历史研究者 曾经 做过这样的推理和分析 说彭真之所以留不着北京 给发回到陕西去 是周恩来在其中起的座 就是起码 对于这个彭真 出狱之后的待遇 包括人身自由 居住地点 等等等等这些方面 其实就是周恩来的一句话 但是周恩来对于彭真 就没有过这方面的 起码的关照 为什么呢 不管没关照 还把它搞得很远 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 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候 彭真把周恩来给得罪大发了 有没有道理呢 似乎也能说得通 你事实上 你看看周恩来 大家读读周恩来转 无论哪个版本 包括海外的一些写的周恩来转 大家读一读 周恩来这辈子 应该说在中共党内的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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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治生活里面 几乎都是顺风顺水的过来 你包括当初他犯错误的时候 比如说在中央速区的时候 是不是给教条主义站台呀 什么 没有周恩来的支持 那28个半怎么可能把共产党搞成那个样子 把周恩速区搞成那样子 把红军搞成那样子 这是客观历史事实 这也是周恩来自己都承认的 包括宁都会议夺毛主席的权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呢 任何一次的政治运动做清算的时候 即使周恩来和被清算的一方 比如说跟王明博古他们这些人 有过那样的合作的历史 但是周恩来从来都是 中共党内斗争的双方 需要争取和团结的力量 非常重要的力量 就是周恩来在哪头哪头就能赢 或者起码他在哪头哪头胜算就大 所以周恩来的就是在历次党的斗争中 基本上他谈不上都谈不上旗帜鲜明 所以他这辈子应该说什么呢 在中央政治里始终是顺风顺水 你看什么时候说周恩来因为犯什么错误 然后被撤销职务了 或者说这个降职使用了几乎没有过 始终就一路一直把总理一直做了二十多年 一直到去世 你到74年年底四级人大的时候 到长沙跟毛主席回报工作 四级人大的安排 毛主席还说总理还是总理 尽管查出病例了 要手术要干嘛的 毛主席也说国务院这个摊 你去交给他养瓶让他们弄去吧 你就专心养兵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总理还是总理 终生的终生的总理 遇到点什么挫折在那 比如说就像根基辛格 72年73年的时候 73年谈判的时候 毛主席说他有些诱亲 然后让中央政治局开过他的帮助会 这不算什么 这不算什么 那他同等待于江青 被IP的时间比周恩来还长 也是政治局这个批评会帮助会 批到后来 周恩来都看不过去了 觉得你们怎么这么能能这样 这个无理粗暴的 这个残酷的对待江青同志 周恩来拖着病体到大白堂的会议室里 要仗义直言去 那李先天堵在门口不让他进去 那里面又如火如荼批江青 周恩来都看不下去了 周恩来呢在这之前 也在政治局会上被帮助过 但是应该说都是 基本上都是合逢戏 最后起码周恩来的职务 政治生涯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在这个整个周恩来的这个一生中 中央政治的生活里面 应该说没有谁 对周恩来表现的多么的不敬 甚至是不要说慢待他 甚至说对对对对对对对 周恩来什么落井下石啊 然后人身攻击啊 或者什么超出了一些同志士的批评的 这种范畴的东西 几乎都没有 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延安整方的时候 彭真收拾周恩来 把周恩来那收拾的可是苦啊 我们前几节不说了 彭真那时候这个这个批经验主义 批经验主义 批经验主的头子就是周恩来 这都彭真给定的掉 周恩来写检讨呢 写了多少稿 那彭真就不依不饶 就不依不饶 写的再好 彭真都说周恩来检讨的不深刻 最后公开在党内 要开除周恩来的党籍 我想周恩来这一辈子 没有第二个人敢在党籍这个问题上 对周恩来如此 这放言 除了彭真没有第二个人 周恩来在党内应该说是团结了绝大多数的人 他就这样的一个人嘛 毛主席说的霍西尼 原则性不强 是灵活性太大太多太大 但周恩来呢确实是得人心的人 你管这些人是一中啊 还是一辅啊 还怎么的 我们不评论 但是一直到今天为止 谁也说周恩来不好 你在北京大街上 你说周恩来不好 多少人都把你脑袋给你打开花了 一直到今天为止周恩来也是作为中国的圣人存在着 那党籍是最后的底线了 邓小平就那么混 毛主席把两次到最后两次都保着他 给他保留党籍 以观哄笑 毛主席去世了 毛主席去世了几个小时 中央开会说商量毛主席的后事 江青那么痛苦 那么悲悲伤 那还把自己的感情压在心底 江青还提议说我们先研究邓小平的事 要开除邓小平党籍 他看出来了 他看出这个祸还留下来 那他妈的 这这这这 要要祸国殃民 所以江青那么悲痛的时候 还把这个邓小平的事先提出 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 最后没通过 因为事实上是毛主席事先有话 四五天门事件之后 毛主席当时说 保留党籍 以观后效 还惦记着他当年是毛派的头子 在江青速区的时候 还让汪东兴 专门给邓小平找个地方养钱 让东江民像弄了大房子 然后 所有待遇 什么东西一点都不差 只有这个 彭真 穷尽周恩来的一生 只有彭真对他不尽到那种程度 周恩来这个人 大家可以想象 那是自己的荣誉 像羽毛一样 是不是 周恩来到晚年的时候 天天放在嘴上 捣鼓的是什么 就是要保晚节 要保晚节 这比生命都重要的东西 就这样的一个人 在党性上 道德上有街痞 这样的一个人 你想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 被自己的一个下属 白驱过来 就跟他把小白钉 他妈的 一直气势一招 全在手 竟然开除我周恩来的党籍 我相信 周恩来就再是圣人 这个事 这个人 那在周恩来的心里 一定都是 结了很大很大的疙瘩 那一辈子都结不开 一辈子都结不开 尽管文化大命之前 建国之后 文化大命之前 17年 在中央工作的时候 包括这个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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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书记处 和国务院之间 关系的问题 就是五六年以后 五八年以后 包括北京市的工作 因为 你想 北 国务院总理 国务院的很多事情 因为你在北京办公 你要和北京 发生各方面的关系 你比如说 北京城改造 北京城改造 最后拍板 最重要的两个人 就是彭针和周恩来 应该说 北京城今天改造成 今天这样 起码二环以内 改造成今天这样 那彭针和周恩来 是有共识的 是有高度共识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 他们之间 王大明前十几年 应该说 合作的过程中呢 没有太多的龌龊 没有什么 太多的不快 或者什么的 但是 这就是真正的政治家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周恩来这个韩阳 那中国有几个人 能出妻 但是你彭针 王大明你犯了错误 最后你进了秦城呢 放出是放出来了 但是你放出之后 你的待遇 是不是 你各方面的东西 我周恩来就不说话 我不说话 那你就可能就是陕西上线了 不是啊 有没有道理呢 似乎 也和情 和礼 对于彭针来说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中国的圣人 你曾经有过那样的出口不逊 我想对于彭针来说 你也为自己曾经的言行付出代价 他们说 因果嘛 这有报应啊 都得让人热 在想到这 谢谢大家